等我猜猜 这是艾茶糕 这是艾茶糕 然后是黏西饼两个 如果这个价钱在广州 你不要想了 想你也不要想 这里正在包裹种 你可以买一些手上的石旗龙兜种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中山 今天的影片我是不会来这里拍摄的 不过由于出来时间太早 我还来吃早餐 在我右手里有一个市场 屏城市场周边一定有好东西 我先去吃早餐 这个市场大 我原本打算在这边找些食物 一来到就看到一堆水果店 不过水果我们不看 我们先去前面找些食物 不知道肠粉和广州那些有没有什么分别呢 出这边来啊 你踩的 我踩得出来 坐下来啊 坐下来 吃什么 吃什么 我的食物就到了 这个叫爽爽肉酱奶 上面有些肉酱 它的售价是12元一碗 这里叫做奶粉 中山的奶粉与广州吃的有所不同 我知道这里的奶粉很特别 所以是试试 其实最受欢迎的是麵 试试 我叫做奶粉 像东莞米粉 但又不完全像 因为像这样的米粉 这一款是我以前吃过最粗的 通常我们在广州吃到桂林米粉 甚至到东莞吃的奶粉也好 都是没有这些粗的 看上去就不爽口 吃下去就非常爽口 比我以前吃的桂林米粉 又或者是东莞奶粉都要爽口 它的汤底有骨汤味 是有骨头的味道 绝对不是很轻的 不知怎样做出来的 因为这些都是老的店 来到现在这个节目就差不多10点了 你说骗我的耳朵 骗我的老街坊 怎么骗呢 先吃多酱粉 吃完粉呢 我们就带大家进市场 行客 还不记得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我今天过来这里 不是吃奶粉 是有一个观众要求拍摄 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其实是在这里附近而已 我们走完市场 吃酱粉 和走完市场之后 再带大家过去看看 我又吃包包了 大家看上午的一点 很有人情味 味道好不好 我不懂得欣赏 但我真的很有人情味 门口还有一只小狗 很可爱 接下来这个环节 我们进市场里行 这个中数市场热闹 我们先行室外部分 最终还行这些 然后一看见 就是卖金和砂糖吉 现在的价钱 便宜了 2元斤 至于这边 就卖一些拜祭用品 平时真的不敢拍摄 通常多年期间才敢拍摄 这些东西 对呀 这里还有很多小食 看一看 这里是芝麻糊 这里我不懂得分为什么 下面还有艾茶果 和 那个字不懂得读 什么西饼 可惜我老婆没有陪我来 否则一定有收获 我连菜也认不得 还有几款 例如白菜仔 葱 也认不得 这种市场 我想到早上或虚日 还越闹 山财和糖汤 早几天有观众说 糖汤打边炉 我也知道 我平时 并不喜欢吃糖汤 但打边炉就可以了 这些糖汤怎么卖 6元斤 6元斤 很漂亮 刚才问过 6元斤糖汤 算不算贵 很少卖 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价钱 再来对面大家看到的 马蹄自铲 4元斤 中山这里的农产感 是不太多的 感觉上 不是顺德人吃到这么多 其实很近顺德 又有鸡 又有白鸡 豬肉 各种都有 市场还要不止那么少 除了刚才室内 都还没进去 这里整条街都是 其实我想去哪里 除了市场以外 一直走 还有华光庙 转左还有 康珍军庙 我们过去看看 原来就在这里 旁边的市场 这边 康珍军庙 随便入去都可以 进去看看 这些老街道特别有味道的 老人家特别多 旁边有市场 旁边有河冲 至于这里 是一个幼儿园来的 好轻轻看过了 我们就顺便入市场里行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买回去孝敬老婆 我估计是没有的了 都进去看看吧 进市场之前我记得有什么买了 就是前面那个阿姨卖的那些 我都不会说的就是这里 刚才我说出来才买的 就现在了 艾茶果 这个字怎么读呢 我们是 黏西饼 是同音 不是那些字 好啊 同音 哦 没有问吧 不不不不 这个是 让我猜一下 这个是艾茶果 这个就是艾茶果 一个 然后是黏西饼 两个 好吗 好 好 好 哈哈 咳 不如资湄尔花生 一样一个吧 好吧 好吧 不要了 不要了 白萝卜很小 好,我们进去逛逛 中山有什么好食物呢? 我都知道脆肉丸是最出名的 不单是广东省,其实全国都很出名 还有烧纳都不错,再来当然是乳鸽 想起都嘴鱼鱼 脆肉丸加乳鸽一流 不知里面有没有卖 新年假期已过 现在很多市民正常上班 那些兴趣的东西 各种都还可以卖的 市场里面都算光芒 水产先来到这里,又有生蚝 哇,生蚝肥到,不买不问价 还有水鱼,鱼 因为这里近隆德,特别多水产 还有大虾 老婆来到一定开心 这虾很厉害 我最喜欢吃它的虾 看见这虾肉丸 如果老婆来,我一定扭计说要买 嗯,一来到就已经是脆肉丸了 其实这几档全部都是脆肉丸的 我买一下什么价钱 脆肉丸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肉是挺硬的 如果不习惯的人,真的挺难接受的 18元 不贵 我偷听到,那块鱼18元 再来这边就买鲫鱼肉的 不买就不要问了 我们继续在这里走一走 蔬菜各种都很多 跟農林新年假期比起来 现在价钱肯定是有所下降 不过,暂时看到种类多就多了 但它们很少有马食价 老街坊买的都不会贵 而且不买就没有问价 看见这些菜品质 真的挺好的 做得很企丽的 不像有时候我们的鱼沙那些 有些很炒的 这些是打靚水成的 我们正式进入主题了 观众要找的地方叫奇关西路33号 慢慢都想不到 我帮观众找到来中山 其实以前也试过 中山好像未试过 潘如定之顺德 不要紧 我查过资料 奇关西路33号是一个楼盘 刚才我们去老城区 这里就住宅区特别多了 所以我老婆经常说 我老婆很喜欢中山 她说中山是一个很宜居的地方 而且楼价一点都不贵 我们找完观众找的房子 再看看楼价 这边的房子OK 空气又好 路又阔 当然不要开车在工业区那边 那边有些车都开得挺疯狂的 尤其吃饭方面也很好 不会说很辣 很重味 各种 包括我今早吃的粉 又好像早几天去佛山 不落盐 是的 有件事是这样的 有时外省的朋友来到广州吃饭 他们说 为什么广州不落盐 我去到佛山 和来到中山 今早吃的早餐 就是这种感觉 不咸 吃到食物的原味 不贵正题 我们现在前面一直走 往左转 就已经叫做奇关西路 附近有几个花园 住宅楼 全部都是比较有历史的感觉 但又不是老城区 很合宅的街道 既有新也有旧 应该是一个叫做晋迁广场的地方 这里进去就是晋迁广场 看看找得对不对 晋迁广场这边 左边就叫做体育路 一些70年代 80年代左右风格 这张镜头轻轻往右转 又是一些比较高层的住宅 正确就是这里 很快已经找到观众要找的地方 刚刚来到这里 有个地产店 好 我们过去看看附近楼价 我也想知道这个晋迁地方 可以找到的 大家看看价钱 真的没有看错 8800元一平方 81万 差不多100平方 如果这个价钱在广州 你不要想 想你也不要想 就算那些去到海珠区很旧的 那些房子叫三皮 80万出头 你便可以买到这一种住宅 所以刚才所说 中山仪居就是这样的 至于一场之隔 我现在头顶这间 就叫做进入华庭 刚才我说 很漂亮 300元 但是面积 大家看看多少 163平方米 而且还要安装 也不要紧了 有车位 就是习惯了 隔离这个逆时尺 两间差不多 这个就不送车位 面积大些 使得钱再少些 是吧 围到1万5元一平方米 第二天我发购 第一时间一定要来这儿买屋 出行来买 甚至乎 租盘上都有 进軒庭 1600元一个月 有多大 48平方米 哦 应该进軒庭 面积便小些 至于这个 豪日华庭 面积大些 也有百多百多 甚至乎 港口保利 当然来这里 是需要一些路程的 多少钱 28万 当时跟他老婆去三水 看见 那些在西江边 旁边就是江的 那些很旧很旧的屋 旧到是 每次建国之后的风格 二十出头都有交易 但是这里 40平方米 不说面积 起码比那些 新的那些 当时 说到老婆 差点什么买了 就说到这样 这些8800元 一平方 你说隔离这些 是多少钱 真是 这些都不是很差 如果这些 我刚才说 例如说 在晓港附近 那些 来地铁比较远的 3万 说一下价 可能现在楼价差了些 3万 3万 再不够 不如面前这一栋 最新正 欲收集团 升汇入庭 应该来说 附近比较好 大家猜一下 单价多少钱 手提电话查的 1万7千元 一平方米 新开盘 这些一看 不是说 很多入住率 很残很旧 买都是二手 新楼 新盘 1万7元 一平方 废话少说 只是看来 心理不平衡 努力点 赚钱好过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一个圈 可能 观众以前曾经住过 未必是里面 会不会在外面 我们也带大家继续一下 即使不是 在观众以前曾经住过的地方 生活过的地方 也好 就是这里 刚才我定位 就是这个位置 中山贵贵口康 就是33号 其实它是同一栋楼 就是这栋 应该找到观众住的地方 实在太好了 就下这里 也有一个广场 是晋天广场 刚才也说过 有西餐厅 旁边有床上用品 里面应该是剪头发的 还有韩国烤肉店 刚才我就是这样走过来 对面还有卖苹果的 好 该找的地方 已经找过了 接下来这个环节 又差不多到吃中午饭了 刚才吃的那些 好像不太饱 而且 黎中山 你没理由不吃乳甲 还有煲仔饭也不错 我上一次黎中山 已经吃过一次 吃完这里的乳甲 你回去和广州那些比 你不能够说 广州那些很差的 你拿着一个标准 和广州那些比 就知道哪些好哪些不好 上次去的那间 我这次未必去 到时再说 正准备去裸车的路上 刚才走过都不以为意 原来在这间周远寄 这种素未开始 食物都很好 看上去 起码种类够多 茶餐厅来的 还有芝士肉粽意粉 我最喜欢的 我最喜欢的 嘴巴都移动了 转转 转入银通街 事实 11 号 在红绿灯路后 转转 Hello 经过十多分钟的车程 我们去准备吃中午饭 那我们今天 吃雨隔 很出名的一个餐厅 里面的环境 很过瘾 就在前边 我们今天中午吃饭 就是这里 石旗佬 它有很多分店 如果我没有记错 这个应该是总店 全部停满车 对吧 我打算在这里停车 完全停不到 看看有什么过瘾 第一个 它设计了一个 workshop 在这里做腐竹 虽然老实说 游客生意 但也很过瘾 老实说 很多广州的餐厅 都是学她的 这边 正在做石旗 平火果 和传统金渣 应该这么读 24元半渣 这边是最过瘾 这边是必看的 就算你不吃 也要看看 你看看大岛 这是一个尖堆 你们先进去找个位置 不好意思 大家看到 为什么会这样 找个位置 这么难呢 真是夸张 还要等位 34号 我拿了张票 51号 幸好我只是一只工 因为有排等 全部都是人在排队 大家先看看环境 首先 这里是包裹种 你可以买一些手信 石旗炉兜 有咸蛋 咸肉 这些是背景 后面才正式做的地方 很好手势 姐姐 包裹好后 就这么大条 蒸好后 就这样 价格 价格 当然是贵少少 38元 一条 这里吃饭 很有特色 虽然灯光暗了些 但是有很多这些 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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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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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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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六个号码就到了 其实又不算很久 因为这里面积够大 在等位置时可以去趁热楼 看看美姐包装 小朋友又可以坐在这里玩 他们就把蔬菜放在这里 例如说牛油焗窝笋 还有坦贝阳三宝 下面真的有一条鱼油 游来游去 是否习惯 看一看都过瘾了 非常幸运地等了不够半个小时 我们又能够取得位置 而且他们的点餐是非常先进的 你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微信 如先看了你吃什么 所以今天是没有读餐牌环节 让我先洗净净 虽然客人多等位很久 但是食物很快就送上来 还有一个鱼包正在做 看看多少钱 乳鸽的价钱是33元 还算可以 你和广州的五折茶楼比 不能够的 至于这个棋式菠萝包 这是半价份的 20元 至于刚刚也送上来的 就是这个上汤鱼包 刚才看到那些鱼包 正在做42元 我不知道我一个人能够吃光了 吃不光也好 先先吃鱼鸽 首先他们是有提供手套的 是有手套的 不过我 因为已经清洁好双手了 所以鱼鸽当然是下手吃过瘾 是吧 先试试吧 我选择了一开二 广州通常的做法都是开四 它是开二的 吃之前再鑑赏一下 石旗这边的鱼鸽 我吃过一次 它的皮是很脆的 骨都有味 我试试这里又是否这样 10年前 其实我曾经来过一次 当时没有车牌 就坐高铁过来 我还很记得 我女儿那时三岁 然后发烧那天 因为小朋友发烧 问题不太大 她多些活动就行了 所以我和老婆 就瞒着我老爸 带她来这里吃乳鸽 吃完之后 什么事都没有了 我试试乳鸽 脚就被我拔出来了 新鲜做起 零射不同 这些就真的可以 称之为鱼鸽 因为很简单 就可以撕起 嗯 哇 真的可以做到 骨都有味 究竟其实我不太懂 究竟怎样可以做到 骨都有味 腌料 这阵子 更想周知 腌的时候 放在内装 究竟人家为什么可以这样 当然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 鱼鸽的品质 挺容易撕开 我吃鱼鸽就喜欢是这样的 然后吃鱼鸽 我认为应该配红色可乐 大家觉得很奇怪 哇 今天是冬天 不好意思 今天热到非常 因为天气已经转 转回 很温暖 继续吃鱼鸽 这一部分的肉 更嫩 里面也有味 皮是脆的 或者可能会叫玻璃皮 广州也不是没有 价钱是便宜的 是真的便宜的 但是不多 肉很容易就撕出 所以说吃鱼鸽一定要用手吃 就是这样的 然后 嗯 嗯 够了 过瘾 如果只吃鱼鸽 一个人不可以吃到多少 这一口很棒 嗯 哇 它汁在嘴里流出来 再换一个角度 看看皮下脂肪 它不算滴汁滴汁滴汁那种 不肥 有时候健康 你不敢吃那么肥 可以 汁是可以 怪别人买得这么贵 还要这么多人 一方面当然是游客生意 不做一些宣传 当然不行 但是 你对自己的东西有信心 十年前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哇 一口一口 一口一口 一点都没有那些香味 如果 你说 那个乳鸽心 是欣赏那些肉的嫩 鲜 鲜 饱汁 乳鸽液 和乳鸽脆 就吃脆脆脆的口感 又看看行不行 嗯 脆脆脆不单止 而且不会很老很硬 有些火烘的口感 不会很死老的 这一半吃了 剩下那些慢慢享受 摘下来打碟趁热 就试试菠萝包 新鲜焗起 对哦 还热的 之前呢 又是说十年前 和女儿来的时候 是吃过菠萝包的 当时的女儿又没有什么胃口 想不到今天变成肥妹 今天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 说明当时的菠萝包 真的很好吃 嗯 嗯 很软 它的菠萝包 就不算很大 小的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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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行 但不算我们在广州 买到那些菠萝包 那么大 它有它的特色 但味道 是没有不同的 而且 还多了一种菠萝的香味 广州的菠萝包 是没有菠萝的 又说一下它里面的酱 老实说 不是说 有菠萝味 但是没有菠萝肉 然后呢 就像什么呢 像奶黄包那些馅味 但是呢 偏水果的味道 但绝对不是 那种很便宜的 那种有馅的那些包 它里面那些 不知道拿些什么 绝对没有 没有那种奇奇怪怪的香味 有时候买的便宜 可能是会有的 嗯 好 菠萝包呢 试过了 再放一边先 又是那句 趁热打铁 试过这个 这个是以前没吃过的 试一下 里面有些 有些雪耳的 对吧 湯底是有色的 应该是鱼汤吧 试一下 和鸿饭有什么不同呢 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 嗯 很浓很浓 那种鱼的味 鱼的味 鱼的味 试过湯 试一粒 鱼包呢 应该中生鱼包 好像都挺出名的 它外表的皮 是爽口的 似似的 我们顺德吃到鱼皮割 不过呢 再爽口一点 嗯 薄一点 里面那粒肉呢 就是鱼鱼 滑 就是一道 简简单单的菜式 值得一试 真是自己好 真是自己好 而且呢 刚才等我的时候 我遇到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我呢 我很喜欢 在拍摄的过程中 遇到一些观众的 虽然戴着口罩 我说话 观众是听得到我的声音的 刚才我拿票之后呢 是遇到几位 来自香港的观众 嗯 是真是第一次 广州的观众是有的 来自香港的观众 那是真的很开心的事情 说明呢 已经越来越多香港人 回到内地 回到中山 回到广州 玩了 在屏幕面前的你 你还在香港 快点 回来玩 很多好东西 好 老实说 这个餐厅 虽然 很多人都说 可能是做游客生意 网红店 老实说 我手上 其实还有一到两家 是比较老字号的 但是 如果 带来小朋友 一家大小 来试一下这些 有两个各样的地方 是吧 看一下那些衣衣 如何延长整个种 如何炸大煎堆 大煎堆 我真的吃不到 好 无谓浪费 而且那些要吃新鲜的 我慢慢吃了 吃完再和大家慢慢说 Hello 我们又吃饱饱了 最终埋单是120元的 如果不是因为为了拍摄 如果真的是我自己个人吃 我想我可以只叫三只鱼甲 加碗白饭就可以了 很好吃的鱼甲 虽然贵 很好吃 如果再加上这个 这个就完美了 不是说那些菠萝包不好 我是想着不要煮食鱼甲白饭 不如试一下菠萝包 试多几味 帮观众 还可以 还可以 至于鱼包 可能真的我不太会吃 因为我不是太喜欢鱼鱼 我看见那个衣衣装 试一下 是有很浓的鱼鱼味 很浓很浓 尤其如果喜欢吃鱼鱼的观众 一定会爱上它 我自己就一般 但是汤底各种都做得很好 分量又够 如果人多 绝对可以叫 如果像我一只公公来到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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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就是这样 正正才叫做鱼 我是非常赞同这一点 在广州 我吃过这么多间 达不到这个水准 勉强有一次 在顺德是可以做得到 除此之外 真的 至少我想不到有哪一间 太好吃了 它躲在一个工业区里面 就是前面这个位置 而且晚了 还没有停车位 我现在就走去拿车了 停在后面工业区 不知道是哪个厂的门口 而且大家要知道 今天是一个工作日 其实 虽然还可以算是 农历新年假期期间 去过公园很多人 来到餐厅 一样是这么多人 值得一来 好了 今集的中山半日游之旅 就要结束了 我们都回广州了 如果有观众 好像今天这位观众说 哎呀 想有没有地方可以帮他拍下 不需要一定是在广州 大湾区 大湾区 你说越东越西越远了些 告诉我 只要我做得到的 这个是前提 我就会尽快去 比如说 中山 潘雨 东莞 尽快去哪 珠海敏一点 远一点 顺德 随时都可以出发 谢谢各位观众 下集见 拜拜 这里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